镜头转到英国 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14号在英国博明罕国际会议中心拉开帷幕 一家咨询公司总裁塞尔先生说 他在演出中感受到贯穿其中的强大能量 而也为神韵节目呈现的精神内涵所打动 每个时间の規模一种もの很深刻意味着 增加深刻意味着自己的独立感 之中,它吊得我的魅力 你或者是想象胃和你用的语言 用语言,用爱语言 用语言其中的地理性 用语言 用语言 杰弗斯尔感受到强大的能量贯穿了整场演出 最后 斯尔先生表示他一定会把神韵推荐给亲朋好友 因为这是不可思议的精神之旅 必看无遗 新唐人记者梁东 史蒂芬 英国博明汉报道